对面是一把虎 那么虎阵来了一把小克 官方这边的一个龙阵 那么两边的阵容 是对战方首先做出了辩证 女儿武装拿到二四处 首先是一个三刀大堂 地府后期的点杀阵容 可以说是一个四宝一 但是它拥有地府 那么官方这边的阵容 依然是一个也辩证了 它不用那种女拔木了 用魔王 那么这种情况下 看一下两边都选择辩证的情况下 会拿出怎样的东西 而且官方这边是拿到一三数 那么对面地府在前期来说 肯定是起鬼眼抗风 而且还有一点的就是 对面的地府 它有没有机会说 凭借着它的黄泉之息 我把这个女儿村一数抓回来 但是对面它是没有这个速度位的 我感觉有点困难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双方开的这个阵 是拿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在建会的 在建会包括华山 2008练兵的时候 它的这个大唐 大唐地府 然后这种点杀的阵容 就是练得比较多 然后呢 我开了这把阵 2008开的这把阵呢 把这个大唐摆在了这个虎头位 然后取得了它的这个最大的输出 那么呢 世青花艺这边呢 它是不太走寻常路 其实这一连的话 它带的是双魔王加女拔木 一个三法系的这样一个阵容 在对方没有法系的前提下 我开了一把龙阵 我虽然我法系系不慢 但是我的两个输出位 那我的输出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是 而且对面这把也是立马接了罗汉 可以看出这个魔王 他尽管说你是一个小客 但是龙三你不容忽视的 是的 那么这场DK的关键就是看 对面 他的一个三道大唐 能保得住不 如果说他能保得住 那么打到后面来说的话 他的一个点杀 肯定是你这边扛不住的 因为你虎头嘛 一旦说切过来官方魔王 你除非说前面有163 先除非说 但是你后面一旦说 再被我点的话 可能说基本上就一下就倒 就说这场PK 对面的一个节奏就是 我往40回合以后挡 但关键的节奏是 肯定是要把对面 因为这边他有速度优势了 看一下速度 他是神马被清了 没有异数了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看能不能打出节奏来 这边的话 一定要把对面的一个大唐 给限制好 首先有两种 就像刚才那种 他是如果几方有速度的时候 他去清对面大唐宠 然后去压对面大唐血量 对 没错 这样子的话达到一个 就是你这回合你要出手 下回合你血量不够 这样子导致你的一个节奏缓慢 就是不要 他不能建议 跌得太快 是的 就是那种连破的一个局面 对对面来说其实挺重要的 对面来说 这场PK拿到一个有14 然后57 这样的速度来说 可能接罗汉 我感觉应该是问题 问题不大的 对 我感觉问题不大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 这个对战方2008那边的地府的话 然后是果断地吹掉了龙三位 这个魔王的这个牛进 也是极大的降低他的法术伤害 然后赶紧地把自己的罗汉接好 对 那么这一点来说 也是小货也说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有驱散 那你这个牛进 你起了 就是白给 白起 对 所以说这一点来说是很难受 那么观战也是 没有说他去用女环木来挡 换了阵 但是这个阵换了 首先这一点的话 已经是被对面感觉 我觉得从节奏上 就是你这个魔王 其实牛进去掉了 就不太好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诗经话译这边 他的打法是很灵活 看到你对战方起了罗汉之后 你又可以去掉我的牛进 我牛进并没有防驱散 那么好 我不群秒 对吧 我不会给你增加分动 那好 我就300针活 我单烧 轻宝宝 其实观战方 诗经话译这边 轻宝宝的速度 其实还是需要 让对战方注意一点的 肯定是这边的话 是更快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双输出 而且很注意的 他就是 就像你说的 我立马 我就用魔眼淘天 以及三位真火 我去烧你的宝宝 而且对面大唐 他现在是这样的节奏 就是 他立马 就是出宝宝 然后横扫 观战方立马 把你宝宝清掉 你又要出宝宝 你才能够 我继续横扫 所以说对面大唐 节奏并不快 并不快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进行了六回合的话 大唐已经被清到两只宝宝 其实以这种速度的话 大唐出宝宝的这个 是不是说我的宝宝飞了之后 然后我就要立刻来补这个宝宝 这个还是在2008这边 他要好好地统筹一下 好好的一个考虑 以及还有一点 就是你如果有法防宠 我觉得可以拉一只宝 或者鬼魂宝 对 鬼魂宝 其实现在来说 又太靠前了 因为没太比较拉 打得中期 在中期僵持的时候 对 先起一下 但对面来说 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主要是 这个牛春衣 我觉得两边 看能不能争夺 而且对面 我好像也没看到说太有意思 是我用地府去抓 然后去拿这个稳定的一个艺术 还是说先走一下驱散 那么今天上午时候 哇 一万六 真的是 这个法伤 这主要它是什么状态都没加呀 它的战神宝典 包括它的这个先例激发 什么状态都没有加的情况下 就平平一个单烧 是 就跟大家这么说嘛 是吧 群府的27曾经说过 以前大洋沈慕林 他有魔王 他就把魔王解释成为高法波 因为他本来说 他的经脉 就有点到 可以说带有这个法术暴击等级的 他这个法术暴击 也是他的一个门派的特色 一旦他爆了 或者说他头上出了激怒 那么他秒出来的一个数据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他的武火翻天印 一旦出发的话 确实是非常的 这个法暴的上限是非常高的 是 但是这一场 如果官方能够稳定 比如说他有一个一三速的话 其实对对面来说有点压力 有点压力的就是在于 你能不能挪出来 如果你挪不出来 那确实秒过去 你是挺难受的 我感觉打到前中期的时候 双方可能还会围绕着一速 去进行一些争夺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2008开的一把鹰阵 然后世纪华翼开的一把风阵 它大客了2008 但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2008这个鹰阵 女儿村是拿到了全场一速 这个龙龟没飞 而且其实两边的一速 也有一些决定的东西 因为早上的PK 大家如果有看的话 就是对面2008 他有携带慈航这个特技 但是如果他女儿村 他没有这个一速的话 那慈航这个做法 就可能说不成立了 很难去完成 对 没错 慈航是一点 另外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我地府的孤魂命谱 我女儿村没有一速的话 扔不出去 没错 对 那么这点来说 也是说到了一个重点 那么你点杀阵容 如果说你想要研究剧 你只能点观战女儿 是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观战还是有很多办法防的 特别是这种落花成泥 当你大堂扫完之后 我去落花给你 如果你不喂定神香 那你就是接下来连续例证 而且你宝宝又是没有的情况下 那么防落花 这个确实是要考验 2008这边的操作 我们可以说从现在 目前这些主流的风系来看 落花成泥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硬控的一个风系 是 那么它甚至是比 方寸的催眠还要厉害 我方寸催眠的话 无非就是我拿宝宝防一下 这个的话 你直接就要浇一个药 那么这个确实是 一旦我猜不对的话 我相信一共20个格子的话 不可能背太多的定神香 对 大家从现在的一个操作来看 观战方这边是轻宝宝 非常快 一个三位真火 配一个壁垒宝宝 轻跳一支 有可能它花果山 因为它前期它在想的是 我先早早漫天 有时候我凭A 再加三位真火 又是一支 一旦说这个花果山 它解放出来 那么一会儿可能说 可以双清 两支宝宝 而且清的宝宝也实际是 比较针对 对面大唐 化生寺的宝宝宝 是轮着清 十回合的话 已经把大唐跟化生 一共清掉了六支宠 对 对面大唐应该是三层 三层 这样的速度来说并不快 因为它确实是打乱 它节奏太多了 宝宝又被清 然后又被落花 可能又要被女儿村控 对面来说 现在好像要转移目标了 又是一个一万五 现在它感觉 女儿村的速度 我先不抢 我先拿一个武装的速度 就是我来抓这边的盘丝 当对面的武装 拿到一个三速的时候 其实整体来说 也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毕竟一点是 武装一套出来 你的盘丝是没有办法落花的 没错 一旦套进去是不能落花的 所以说这点来说 看一下对面波哥 他在衡量什么 到底是要一速 来说我先拿一个武装的速度 那么抢三速的概率大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 开这个阵的话 诗心画意 我女儿村是有速度位的 对吧 我的2008这边的女儿村 是没有速度位的 我是站在了一个防御尾 那即使就是说 你本身 本来就有一个阵法上的速度差了 所以说对面要考量一下 因为双方的硬件差距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 并不是说我自身 2008我这边女儿村 我只要自己把自己的速度 这个加到点数 加到极限 我无视这个阵法的加成位置 然后就一定能比你快 那这个差距是不存在的 是 从开局到现在 观战方亲了 对面是有接近7只宝宝 都是两个单位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果然对面也是憋不住了 要出个法防龙龟 恐怕法防龙龟 对 但是这个龙龟 我觉得它是那只 好像有护盾那只 不是普通的法防龙龟 就是它有那只护盾的 我记得是有护盾 还有静台的 是有点东西的 就是说不是单纯的 我只有一个法防跟死亡的 看一下能不能扛得住 就是说这种青宝宝 这种你一旦说 给对面扛住了的话 或者说它稍微神一神 你的节奏可能就断了 那么我们就看这只龙龟 在接下来的两个三环格 第一个神神不神 再有一个的话 你起了法防之后 那么你恐怕 也只能做防御一类的操作 因为我毕竟 实际画一这边我面上还摆了一个龙武位的花果山在这 对 你不能说 你就单纯的说 我只 对 我只起一个法防 而且说还有 还有个东西的 就是一旦你起了法防 我这边如果是棒打雄风 你这法防是不是要被我举掉 没错 我把你的状态打掉 那么这一点 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或者说场面 你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对 因为从花果山这个经脉来讲 我们看完上午这些比赛 恐怕西渣老街这边 点的是增加弱点收益的这个经脉 那么其他的话 大家多数的话都会 因为我没有这个特技在身上的话 我多数都是点这个棒打 是 来个金青 那么这一场的话 对面也是终于 现在可以说是 不能说被逼到悬崖边 可能就是说的是 他的宝宝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要出两只这种 你看一只龙龟 一个孩子出来扛了 一旦给对面这两个 这样子抗性比较高的 这种宝宝给扛住了的话 他这个大肠又能继续去横扫了 但是从目前的局面看 就不太乐观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 随着厂商宝宝的这个变化 2008这些女儿村 现在又拿到了厂商的衣宿 然后恐怕 圣经华宜这边 速度圈一尾度将 恐怕是还要继续节省 是 而且说 对面这个地府上的 他赢了两个点 第一是有驱赛 第二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他有这个 黄泉之息可以抓 然后他还有一点的就是 他一旦说后面 我有点杀了 他还能挂上点杀 那么整体这样的车重 出了连破 连破有命 很舒服 可以 单烧 换一下单位 因为你现在有一束了 我可以去 对 我可以控制你一束 然后来封我这边的 这个出手的几率 是 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变化 对面地府 其实还有个功能性 刚才我也看到了 是一个拐欲令 那么这边盘丝 如果去控对面大唐的话 他只能控一回合 因为我马上我拐欲令了 接下来你不能再控我了 所以说这一点来说 这个地府上的其实挺好 真的挺好 因为大唐地府这种点杀 对啊 其实它是 我不管是顺境的时候 我可能会连续地 随着我自己的建议值的叠加 然后我出连破 那我可能是瞬间 两三回合 三四回合 我可以把优势扩得很大 是 如果我是处于这个 暂时的劣势 那么我如果没有厂商医塑 我把你的医塑点掉 我自然而然就拿到了厂商的医塑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两边 其实对面就是在用宝宝 来换自己大唐的建议 说白了 他现在换 他宝宝飞得多 但是一旦他经验叠上来之后 他就会把这一切的一个劣势 都给弥补回来 对 都给弥补回来 对 都给弥补回来 毕竟他后面的点杀 你这边是感觉没有办法防得住的 没错 你只有说像官方这种 他盘丝 像他修斜的时候 我提前去给把洛花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对面 他现在他不用洛花这个定神香 他不代表他到后面他不喂 等到关键回头的时候 他肯定去喂一喂 这个定神香 那么观战方这边 场上有配速龙威的话 其实花果山这边的话 还也可以先找一找状态 洛花改变了一个单位目标 要换成了对面女儿 因为观战方这边 自己的女儿已经没有艺术了 估计可能说下板来说可以空一空 可以反制一下 毕竟这几个回合确实节奏就断了 当头 龙威只能防御 还有一只避雷要跟一下四号 要不然是清不掉的 恐怕 你看 这个定神香 不是定神香 为的是对面化身 那么两边这种情况 这个给化身补黑玉的话 肯定还是要赶紧的 对 赶紧保龙龟 那只龙龟 恐怕保不住 实话 其实就是一个临界点 如果那只龙龟神了 或者说扛 因为战斗龙龟它能扛 可能说能扛五个回合 甚至到八个回合 如果长的话 这样子其实能给对面大堂换很多时间 那么对面来说看一下这把会不会说有宝 毕竟化身有塔 武装是有机会也去保自己的大堂 那么在对战方 女儿依速被漏发的这个前提下 我觉得 诗经话语这边可以碰一碰对方的愤怒 不然对方把这个罗汉接得太舒服 是 这个效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加真杨 给大堂 现在开始拉大堂的伤害了 一把活去五千七 武魂 就是用尽一切手段 不要你叠建议 对面应该是五成了 要点 压一压 扫不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 那这灯烧鞋有了 有了 九千 那么这场PK的话 跟今天早上好像是一样的 就是猴哥这边是拿到了物理速度 没错 这一点来说比较快 因为早上的话它是一个风阵 有一个速度一个加持 拿到了一个物理速度 但现在这场它一样拿到的情况下 其实你很难受的 战斗大堂你这样子的话 而且尤其是在大堂 你物理处于这个速度上 劣势的时候 因为你出手毕竟需要一个血线的限制 它还不像花果山 对吧 如果花果山的话 我一旦被压的话 哪怕是我的宝宝拉起来的话 我照样可以出手 但是大堂的话就会欠缺一些 对 但这一把的话 对面武装是可以人拉 人拉化身活的 观察方不给你机会 猜到你有可能这么操作 就是如果你武装拉 你就化身活不了 那么对面也是没有上当 那么恐怕的话 还是由童子的 把这个大堂拉起来 这把的话 要不要先起个盾 这把的话 应该是青龙龟的 就是舔了 我们看到观察方这边 花果山的话 其实也并没有 着急地整漫天 那么他好像这一回合 这 其实这个很伤 你想 其实他这两个宝宝出来 龙龟已经给对面拖了 有一个五六回合了 但是你这孩子 无缘不顾就跑 而且孩子的话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可以配速 对 可以配速 但是一下子 其实对面本来是 把伤害 就是你这边出孩子了 他一看自己伤害不够 来个真阳令奇 再加魔镜 这样子扫过来的话 你孩子可能说 就没那么好扛了 那么一下子 这个魔镜一跑 而且说 这少了一个 这个我们说的卡药单位 没错 没错 很难受 那么也可以注意到 时间化育这边用药的话 然后也是非常细节 在没有风险医塑的 这个情况下 然后这个现在 化生寺这个单位 是有这个手魂 这个三腰特性 在加持 增加自己的抗风镜的能力 是 那么这一把的话 魔王还是可以五龙开 然后化生这边 我觉得 他可以去骚骚地 就是保一下花果山 没错 花果山的话 还是 如果看一下这个 刷的这个技能 刷的技能的话 如果有棋子的话 还是把这个状态 叠一下 叠一下的话 其实我就 我就非常的灵活 没有棋子能不能轻宠 确实能轻宠 但是有棋子之后 那你的选择就会非常多 我既可以轻宠 那么在你厂商单位 医塑被控 或者说你厂商 只有两个 两个宝罗的这个情况下 我甚至可以通过 刷着这个技能 我可以非常灵活地 选择点人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并不是说的 我一定要请保罗 把在宝罗数量上 一定要取得无限大的优势 然后我再考虑对人动手 是 那关战的话 这回选择了诸天 没有选择宝 如果宝出手的话 其实对面大堂 还是要倒的 但这回的话 是一把 就是说尝试 我用大手上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龙龟很关键 如果是人时宠非 人时宠非 难受 那么关战又是继续的节奏 就是我去清理 化身的宠 化身或者女儿的宠 是 而且对面 确实来说 你清不掉这个孩子 关战方 他可以喂 他就喂 而且你大堂起来 你又不可能平A 没错 那么这回合还是 如果三嫂大堂 靠平A去清宝宝的话 那你这个建议 需要什么时候 咱们叠满层 是 关战方那边也是 现在就非常的懂 看到场上局面之后 然后拉出了一个 先例的 先例的孩子 然后这样的话 也是可以这个 那好 我现在我牛进 我可以不起 但是我可以通过先例的话 然后来 加持一下自己的输出 提出我的法伤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这边化身塔被套掉 但是啊 这边双输出 是能出手的 又来 第三把漫天有没有 没有 这边双输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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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妙 可以说现在 观战方实行话语这边啊 还是把这个比赛的节奏 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是啊 虽然它虽然没有移速 但是说从场上整个的局面 从这个宝宝的消耗来讲 不过对战方有一点好的话 就是安慰刺激一下吧 可能我现在手里的药 还算比较充足 但是药充足同样也是 你的宝宝可能还没有来得及顶料 然后宝宝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宝宝就处理掉了 对 对面是出了五只 一共十只 出了场上的 好像一直没神是吧 嗯 好像还没有 现在对面2008比较难受 是这个 面对这种高速 而且每回合都能出手 机动性强的一个双输出 去亲宠的时候 没有办法 那么确实是 在双输出这个 非常强力亲宠的这个情况下 2008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对 你确实来说 你看你大唐跟化绳这两个点 你一直不神 有点难受吧 是 又把女儿给他化 无婚还中 是哦 这无尽 他现在 我感觉身心花异这边呢 他是觉得 你的地府似乎不太有空 来去吗 不太有空管得了我 这把花果山头上没有技能 我估计还会平A 就是平A 去找那个最后一下的一个漫天 说实话 这把还好花果山头上没有技能 在立着双棋的话 如果这把有一个当头 那边大唐 又得到 当头也好 哪怕就是有一把神针汉海 在现在我魔王有牛进 而且我又有先例孩子赛场的情况下 我打一波面上压一波你的血量也是可以 是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实行花异这边呢 注意一下2008地府宾运财产的嘛 然后还是注意一下风吻的 是 相思寒针 不要你武装控 就是降低你风云命中率了 还中 这波 这个有命啊 有命 有点白给 空地府不要你驱散了 目的很明确 但是这把 其实你花果山被控了 其实也不太可惜 因为毕竟他本来就没有进了 是的 终于要压魔王的一个宝宝了 让你魔王停一下手 黑沙走石 这把是拉满的 真的就灌一波面上 秒到武装怪身上5000多的伤害 现在可以是说全员都半血以下嘛 差不多 那么对面下把的话 最好的操作就是一把这个残忠嘛 包括如果说有精卿的话 把这个地府解放出来 然后去把这个魔王给驱了 但这把 我觉得有可能官方会发起点杀的 就是我把你大唐再摁倒 有可能 因为大唐 有当头 然后有无所振行 是 你大唐的现在又是一只鬼魂的宠 就像刚才我们赛前说的 在中期的时候 开始拉鬼魂宝宝 然后在这脱一脱节奏 对 如果官方不贪的话 它是宝宝开化果山 然后化身水 水一把 可能水还够货了 提壶也可以 最后提壶一把给发戏 保双输出 这个出手 看有没有 对面是推残珠 没问题 残珠没有问题 那它是 化身去 精卿了吗 化身精卿了 化身被笑中了 对面缓了一大口 这波操作 那么对战方也是很舒服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回合的话 实际华语这边的话 磐丝已经开始打脏气 那本来的话 上一回合大概率的话 应该是给你灌一波面伤 吃一吃 对 包括这回合的话 也很像是压对面大唐 然后它就魔王再配合 一把这个牛筋 加上先例的一波面伤了 花果身 只要是点控大唐 加上魔王一个群秒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是 但从两边出的宝宝来看 其实对面来说 什么还有 拉出来的话 瞬间又有一个一三数 再控 那么在随着局势的发展 对面 它是慢慢拿到了一个 一个虎针 拿到一三数 那么就非常舒服了 水一个 还是压大唐吗 我觉得得压 不然说它少出来了 棒的 一丝 那么亲孩子的话 就只能说明 就是2008这边的话 觉得自己非常的悖的 那么它现在 控的话 是控一下这个 我个人感觉 它好像是在优先 控制你的双输出的出手 对 然后我转过头来 再控一下 控一下你的风气 是 其实2008 它的一个打法 也是由于自己 厂商的速度变化 它现在拿到厂商的一三数了 那么你两输出 现在是被我控的 跟这个包子一样 对 控的死死的 对 控的死死的 那么我就转换 我的一个亲宝宝目标了 我不亲你的一输出宠了 我就请你两个输出的 没错 但是你这么打的话 就是对面 它现在宝宝的一个飞的节奏 它已经稳住了 但是现在观战要想办法说 你的五龙丹 你的消耗是巨大的 因为你现在两输出 已经是不太顶得住了 那么从之前来看的话 五龙丹 身体那边消耗的 就是也不算多 但是从现在开始就明显说 你要这个五龙丹那个量 你要节省一点 或者你要注意一点 是 因为后面的局势怎么样 有可能并不一定是 像自己想的那样 而且局势来到我最尴尬一点 其实对面 他拿到女儿一束 其实不是最可怕的 还是说你这个武装 拿到三束之后 你这个盘司一旦被套进去之后 你想落花 没门 没机会 所以说这一点来说 是非常难受的 你如果说对面有速度 他女儿称即使有一束 你把一束给他 你有落花的话 其实还是说 盘司为什么说克制女儿 就是有一个 你是女儿是软控 我的一个盘司可以反射一下 但一旦说对面他武装套过来 那真没办法 只能说罚战 是 那么来到了25回合 我们看一下 那么随着这个回合数的增加 然后随着观展方这边 随着这个盘司经脉的加持 那么在后面的话 场上的宝宝直接防御 扛不住 场上的这个 不管是一束也好 三束也好 这个速度的话 还会继续随之产生变化 我觉得这个法系 不能一秒 不是不能一秒 就是当对面有速度的时候 这个法系得考虑一下 比如说适当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脱把筋轻出来 救一救 你看这种场面的情况 你不就全部立在哪 没机会 也没有机会反控对面 所以说你这个法系 你得稍微灵活一点 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说我一把金轻 是的 那么对面现在来说 两边其实都挺极限 对面 现在来说 这个局势稍稍地变好了 但是宝宝 同时来说 也在降低 他的一个宝宝数量 华盛顿大唐 再套 就看观战方 能不能憋出一把金轻 很关键 我感觉观战方的话 国王有可能是 会选择琴三叠 然后来继续清除 把自己的这个 哎呦 现在等于是 好 我秒不出去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 风系在 这个手很烫啊 你风系在风头上 那好 我直接丢法宝 这个的话你控不了我 这2008 好像真的 一只宝宝不省啊 欠一些运气 欠一些运气啊 这太难了 那么建议的话 现在来说 应该是七成或者 应该是七成或者八成 等一下我们让导播老师 给我们来 是吧 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观战方这边啊 外面没想到的是 五龙被控了 没机会解掉的情况 那没关系 我法宝还可以用 直接给对面 来个法宝传奇 这就难受了呀 来了 法宝传奇 继续来 那么对面武装 两把套没中 八分侠 观战方 是连续的使用法宝 先感觉这个五龙单 我先跟你憋一憋的感觉啊 对 因为我不管是从 宝宝的数量也好 或者从药的数量 哪怕是我面板上的 人的这个血量来好 我都非常的健康 是 这把运气有点差 对面来说还能扫得出来 但是两只宝宝贴 把宝宝都稳住 一把精轻 舒服啊 其实刚才就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只有这个法系能够激动出来 但是啊 有些东西就是 很明显 我知道你有怒 但是你敢不敢放 双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啊 是 我就踩着明塔 我就站在你面前 对 对面也三个塔 对面四个塔 你这个法系漏在外面 你放不放 就官站就 四个有效力的点 他就认为 你恐怕 你看我踩着四个塔 你不敢放那个精轻 对 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心理博弈 那官方是吧 此人修为极高 那么心理数字过硬 是吧 你四个塔 我一样放 我该放还得放 所以说这把精轻救命 那么这盒盒的话 再保一下花果生 这个宝宝的话 那相当于上盒盒 大唐 也就是迭利 请建议其他的话 也就是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效果的操作吧 是 其实对面也是挺自信的 因为刚才我看到他套了一把 武装套了一把 但没套中 他想套魔王来着 这武装连续 这把水不能怪他 因为 因为中了韩真 对 韩真给上了 那其实官方这边 也算是变相的 就是我让女儿这个 功能性一点 因为现在说没有医术 没有办法 所以说让你的功能性一点 但是 其实这样子的危险就是 这还是在压榨堂啊 我魔眼淘天 九千 其实这样的一个打法 就是打到后面 一旦对面出建议啊 就是你不能有那种操作 就是比如说你预判对面点杀 但你防不了 你提前针 提前针对面地 是的 但是你凌园用得过快 就是后面官方这边的女儿 可能存在一些隐患 是 会存在隐患 包括 比如说2008对战方 他出地厅了 你这边女儿村的一个凌园 没办法去针 一个尺子 对 你没有办法去针 所以说是有一些风险的 来 再次压倒大唐 那么压倒大唐 这样压倒的话 其实对面还有 还是有那把操作 大唐的巨剑 是 但是现在他还不用 因为现在来说 巨剑点的话 不太能点死 因为这边满血 现在对 现在肯定是不着急的 因为在对方血量 就是在观战方里面 血量这么健康的状态下 他不可能说的 去贸然地点着 是 直接两个双风去拉大唐 然后活血活满 这把应该是扫出来了 而且也是 继续拿一个武装的速度 点对面女儿 好像有点难 这把没有大招的 只有一把风云变色 对面有罗汉 很难 那么对面这把 也是稍稍有点保守 他没有去说 我活满血 就去横扫 起了一个盾 对 那么下把很关键了 如果观战方 再刷 真的刷了 那有两个点 那观战方到底是 不过虽然上回和 十净化一边 并没有成功地 点杀对战方的女儿村 但是 盘思跟了一手 落花 我就是点不倒你的话 这个和你照样不能动 我还可以继续点你 而且你有愤怒 你也用不了 对 他有点怕的 就是对面这把的操作 有可能就是 我先贴 就是找着宝宝 把这个女儿村给贴一下 不然来说的话 这个当头贴过去 有点难受啊 再针 就观战拼了 拼了 猴哥也拼了 就是说 我不像你的罗汉 我去针你的武装 封印命中绿 那他这样子感觉 很像点女儿 就是我控你大堂 不要你出手 然后我去当你的女儿村 就看对面 有没有宝宝贴了 我感觉 怕尽聊吗 卡雪好像在雪线啊 神针 没有单点 看这把 这个点到一半 又换了打面上的输出 是 而且对方还有罗汉 其实这把 如果罗汉效忠 就很专 但是没有效 那猴哥 让人这个 是吧 让人这个 大家常说的 是吧 笑李长刀 他没有用啊 这场PK 真的好像就没什么笑 虎哥说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时候 没到关键时候 那么花果山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起起状态 来到31回合 对面可以开掉 再把这边 花果山的宝宝给清了 其实别看 其实别看十天花艺 这回合 花果山并没有什么 进攻型的这个技能 但是如果我是2008的话 我宁可希望你 可能一个拨天过来 然后请我的宠或什么 我都不希望看到一个 起着这个双旗的一个花果山 站在我的对面 是 对面现在先扛 因为建议来说不远了 确实来说已经七成或者八成了 刚才没有仔细来数 但是很近了 驱赛 这宝宝还绿 也看你起了 罗汉 我也不秒了 我就摇铃铛 他摇铃铛那只宝宝 试一试高鬼魂 所以说他选择摇 我也不想让你躺地上 我就想把你摇跑 来了 哎呦 这 公然芳 这个花果山只能说看看 其实如果有怒的话 来个齐天神通吧 齐天神通也可以 对 如果说现在起战神宝点 又稍微比较早 早了一些 因为才4点 4点来说可能就威力没那么足 再控武装 就明白了你这个武装 就不能让你出来 因为你这个女儿控了我的话 我还能动 观战补个光辉 觉得对面这个建议快到了 朱天给 哦 气了 那花果山为什么不一起气 是 按道理说的话 应该是两个输出的话 既然你有一个不出手 我们没有这个协同出手的话 那我们可以同时的 先把这个书给读起来 是 他只是觉得就单纯的 要打面伤了 那么这把有神侦探海 对面武装不能动 我们来看一下 但从刚才那个点杀 去押对面女儿的来说 就也稍微地送了一些愤怒 给对面女儿嘛 那么我觉得如果要是控的话 还是优先地去控大唐 是啊 如果控不住大唐 我觉得还是用刚才那个计策 就是我这个花果山 我啥也不看 我就先把你大唐的血量压低 你少不了就行 因为我毕竟现在 诗心画意的花果山 我现在还是物理的一速嘛 我的速度还是要比你大唐快的 我压得住你 侯哥默认这场 观战自己的女儿已经动不了了 主动扔这个金魂灵 这PK开始笑礼了 但是晚了 难受 我们虽然说 神经画意这边拿到了 只是拿到场合的二速牛 但是次会也没有必要 该拼还是要拼一下吧 是 该拼还是得拼 但是现在青宠来说 确实算是这段时间 两边有个小僵持 就是 青宠的速度其实已经缓和住了 对 已经缓了 但是已经像现在两边有点卡住 就是两边互相的一个风系 有了一个竞争 但是就观战方这边 已经加快了这个充斥的节奏 就知道你有可能 这个剑也快叠出来了 是 从这个法系起战胜宝典 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对 我不想再跟你拖了 对 不保留 就是直接我先将这个极限拉满 只要你对面 你不来扫我这个仙利孩子 那我这个法系战胜宝典 加上这个仙利激发 我们之前可以看过去 就是秒过去 如果对面没罗的话 确实伤害还够 而且这场PK 有一点就是 我还没有看到对面 他怎么吃小四海 是 没看到他怎么吃 因为首先 化身那个点的小四海 是不能吃的 没错 因为会留着给这个进行残突 但其他点是没怎么看他吃的 而且诗经画艺这边 这个魔王基本上是一个 明的魔王 对 是一个应该是大概率再阵容力的一个魔王 对 包括小组赛的时候 第三场第四场都有上这个魔王 诶 有命出法联 如果不出法联 对面大场还是能扫出来的 魔焰套天 这个魔焰套天774啊 这个 总要让2008有一些运气 对 你不能因为说 但是这个头上有战胜宝典 再加一个先例七八 你砸一个774啊 其实来说就有点 比能够龙腾 龙腾多少来着 865 对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但是也同时啊 这个技能确实来说 它有一定的一个 我们说嘛 高级法术波动 它是有点这种可能性的 这盒盒有童头 有法联 有当头的话 肯定还是要保 花果山的出手 是 那么对面来说 可能说要控一下这边磐斯了 因为它有点怕你去禁导的 要把这个禁导这个给规避掉 那么恐怕大概率的话 观战方化身要靠提护宝吧 因为你这盒盒的话 对对战方的这个武装罐 是没有任何限制 直接给你碎域 不要你禁导 看一下武装 是不是要套一下 哎 观战方水 尽量要给 对面怎么说 中不中 难受 看武装 武装那肯定是控制 嗯 那观战方化身色 看一下这个醍醐啊 其实两边的操作都有点说 你能预判得到 就看两边它能不能实施出来 是的 哎 有罗汉 我摇铃铛 哎呦 高鬼魂丑 还行吧 那么这两个回合 骚骚的 就是对面没那么背了 如果这宝宝在跑 你想想 这大肠被禁导扫不出来 下巴还得出宠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面已经断了 好几个回合扫不出来了 可以看到2008这边 华生寺已经有好几回合 迟迟地没有招宝宝了 它的宝宝一共还有两只 也是现在看到了 对着 施青化医这边 你现在亲我宠的节奏 并不是这么快的话 对 那我现在还真的不敢太着急 对 它不敢出 因为它要留着一只地听板 那么一只须弥 可能说 或者一只归宿 它要留着 因为对面它存在 我们说的 磁航的可能性 就算观战方怎么推也好 它主要有医术 它就有磁航的一个机会 通你女儿 女儿有没有水 其实我感觉 换了 这对血量呢 直接换虚 据盼 是不是观战方这边有点不够啊 换了的话 这把华生寺是要保 是要醍醐保出手的 那很明显的 我就是要压倒你的大肠 但也没必要换 这边是顶血了 诶 失误了 那对战方 对战方 对面孩子顶得血吗 孩子顶得血 对 在孩子跟地府的一个速度的预判之中 是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但这一把来说 我觉得无关大呀吧 毕竟官方这边 他这个须弥 我觉得换的是 也浪费了 也浪费了 有点着急了 那观战 他还是得 就是 依靠自己这个 盘丝啊 有没有机会说去 给给尽了 但你现在来说 对面的双风 节奏起来了 他拿一个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 一四也好 他能把你控住 官方这边 我觉得还是得 就是说 把控好自己的小特技吧 像你的一个女儿也好 像华生也好 你关键的醍醐跟水清 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 还是说能够制造一些威胁 是 上一回合 08里边的预判 也是非常漂亮 管御令解了 这个盘丝这边的 这个禁令 看这把误魂很关键 如果你浅了 那对面 这 这 这大唐不会立正了吧 看孩子有没有顶一个 切 很细 血量不够的 没动 7100 都是一个7100 这化身啊 如果活出去啊 是能站住的 扫 扫 也能扫出来 因为他活满了 这边打过去 他先扫 然后再被魔王秒的 又差很多 那么以观战方 这边之前的 这个思路来讲 在对战方 2008大唐倒闭之后的话 可能又会对 大唐的这只宝宝 进行一些 这个出手的动作 感觉现在2008这边的话 除了大唐之外 化身现在脚下有塔 那另外两风一辅助的话 如果这个 把这CD到了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把塔踩一踩 把塔踩一踩 这个我们看到 诗情画意这边 因为起了这个战胜宝典 又有先立孩子的 这个魔王 我觉得还是像开场一样 罗汉不要断 那么现在来说 这就是我们说的 诗情画意的节奏 它就在于说 他的一个女儿 跟化身的一个宝 他怎么宝 就是如果你水性对了 你这回可能说 又给到对面 一个一波面伤 那么对面拉起来之后 扫 好 还是清理 连破 请你魔王的宠 扫你魔王出手 风云变色 高鬼魂宠 怎么说 蔡司 应该会有避雷根 有只要开 还是没有高驱的 还有飞 但是水清已经轮番都用过了 这把不一定能保了 那么看一下 观众方会不会 顾忌从事 就是我女儿 还是去争你的武装 争武装 我直接把你的 风云命中率 给降下来 对 然后我去输出 看看会不会有 因为首先 或者说他 这把也是为了 我先把您 这个武装给 不让你控我盘4也行 我盘4这把 用把落花 把您的女儿给控进去 也可以 现在局面来到很关键了 如果这把栽样 观众方双输出给秒出去 对面宝宝已经非常少了 他不能憋了 悬梁练缠的 像你唯一踩塔的一个罗汉点 是 那么水晶之后 这个抗性 增加抗风 你这个不太有 能封得住 赶紧传出可以 没控住 那么这把是先利 跟这个魔镜一起的 还是要打面伤 再抓 因为看到这边盘4拿回了三数了 现在对面武装 就不太好控了 5000 8000 8000 这魔王如果爆了 要重射12000 直接飞了810012000 出剑射了 那么来了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对面出了剑射 他是有点杀的一个可能性了 而且观众方这种持续的一个 12层 那么持续的一个这种面伤 那么也相当于会给对面他愤怒 那么我觉得观众方女儿村 你如果说没办法的话 最好去争一下对面地府 就提前防点杀 就是说对面大堂能少的时候 你去争地府 因为我没有医术 我控不了你的孤魂命谱 那我直接控你的小死亡算了 是直接降低你的小死亡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防到点杀的 而且这场PK大家也知道 观众方这边从开始 他就去用那招就是猪天看护了 他是没有杜绝金身的 是的 如果你有杜绝金身 多一条命的话 对 多一条命 因为他对面大堂三扫扫过来 你最后一刀的话 你出一个杜绝金身的神诱效果的话 那么你还是能扛得住 没错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面是有可能精轻点杀的 所以说观众方这把寒针 女儿村是吧 要想好 你比如说你这回去针 你要留着 慢慢地看看你斟酌一下对面 如果有可能点杀 你防不住的情况下 你去给他针一手 那么还是说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那么就像七日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方女儿村 这间手里的话 灵源还是有的 还是有两点灵源 看一看怎么用 怎么用这个灵源 对 但是你确实来说 没有杜绝金身打地府的阵容 真的就少了一个保命的手段 有一点不太保险 对 有点不太保险 水清就是不要你点啥 名字不要你点 因为现在魔王我有163 我可能说我先放给你 我先稍稍地放给你 我还能接受 但是这个后山不能倒 先毒 把你盾给稍微毒一毒 那这个 直接把盾给毒掉了 是对面的恢复 我感觉 就还是够的 我们为什么说传统法 它现在来说上了手 还是说 你看对面武装 有水灯吧 对 化身的一个群体恢复 然后再加上对面罗汉 接得也算平凡 再加上地府一口毒 对 地府的一口毒 其实说节奏你不能连贯 因为你的 如果说它罗汉的时候 你去秒 那你就送分 是的 而且对面它一下子 你看它这一下 它又拿到了一个 女儿跟武装的一三术 那么所以说 现在传统法 为什么说 稍微有点说 跟这个搭配 有点难搭的原因 也就是这一点 而且加上说 现在有我们的一些药品 有特性 那么长神也好 被狱也好 这些来说 对传统法系来说 都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那么这场PK 对面已经熬出头了 熬了40个回合 熬出头了 那么看官方 有没有办法应对 那么现在 你让我说 官方这边的优势 我觉得还是只有 这个花果山的速度 但是对面也知道 你有花果山速度 我现在我已经开始贴了 就是我 这个大堂想出手 我就贴对面的大堂 因为你对我的伤害 无非只有那一下 对 只有一下 除非你是破天 因为破天不能贴 不能保护 点杀了 破天 果然是破天 但是好像对面 能不能扫 不能扫了 好像 扫不出来 还能扫 血量还够 那这花果山 肯定是焦了 焦了 所以说我说 官战方 他的要命点 就在于自己的女生 还有连破 还有连破 杀人诛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他这个女的村 你得考虑好 你什么时候 争他地府 你一旦 像官战方这种的话 他就觉得 我有破天 然后我有这个魔剑 我可能我这下破天过去 你就是不能够 就是你不能被保护 那么你可能说 你扫不出来 但是你没想到 就是他对面大堂有盾 他把你这一下 给扛住了 然后扫出来了 而且他是一个三道大堂 其实他的血量 也可能说来到一个 112000的样子 没那么低 他的血量 直接要呼喷命谱了 要呼喷命谱了 想死韩正给女儿 那么2008也来到了 看一下这个无魂重不重 是 阵容强势切 但他这么扔 没用 他得这样才有用 就是无魂 无魂加露花 就是他这回头 他只有这么打 才有机会防住 就是他首先一个无魂 两个无魂给对面 就是 两次的连破 对 再加上一把露花 给对面地府 那对面地府 下把东不了的情况下 他就能防住 那么随着这个 这个比赛回合数的推移 大唐的这个高鬼很宠 又已经重新站起来了 那比赛到了44回合 大唐的灵源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其实大唐灵源 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那么再过上4回合的话 大唐手里拿着6.0元的话 对面甚至都不用剑斩了 他不需要剑斩了 因为这个时候 对面已经把局面稳住 他甚至可以这样 他甚至可以这样 就是我剑斩点完之后 然后我再扫 我直接来一把双岩 现在其实已经 这个优势 从观战方实际外这边 已经慢慢地 随着这个建议叠满之后 已经慢慢地挪到了2008这边 对 而且随着这几下的连破 你确实已经没有机会了 是 固魂命不易言 那也没机会了 我们说 踩干将 我们说逆境有没有机会呢 也没机会 因为对面大唐能扫 除非你这样 就是对面大唐休息那回 你去操作 因为他能扫 他能建设 他一下把你给弹醒了 对 你喂这个五龙丹 他一下子给你弹醒了 而且场上 观战方那边场上的宝宝 现在数量是严重不足的 是 要赶紧出一波 但这回合的话 其实双方也是一个在拼心里 那么对战方2008看到 观战方实际画一这边 场上宝宝严重的不足 而且物理医素 又在倒地的前提下 你现在你敢不敢只是拉宝宝 你敢不敢不管我这个 踩了干将的大唐 对 那么这把的话 甚至说你都不能动的情况下 我给你 我给把月下给你的一个魔王 你连宝宝都出不出来 就月下一旦中了的话 没给 还是扣女儿 我感觉有可能是风沙女儿称 这把扣女儿还是比较的一个 算是很稳 毕竟女儿中了韩真 可能觉得她头上有朵花 还是得扣一下 对面是中了一个发温 再延 那观战方花果山 太难了 宝宝也没了 那后果山就是双手离开键盘了 扛不住了 其实这把如果说对面她没有这个地府 我觉得还真不好说 是的 如果她换成了女拔木啊 像这种212的一个三楼道行啊 我觉得不行 还是这个地府挺关键的 毕竟 她首先是刚才那几种功能性 以及说算是帮对面武装 她把这个三术啊 死死的握在手里 就是偶尔抓一下你盘丝 偶尔抓一下你盘丝 你盘丝就是拿不到这个三术 其实说影响挺大的 以及这个最后的点杀 还有拐玉令 其实这个拐玉令 我觉得也是有点冲着 观战方这边盘丝来的 大家从这个 世情画意的报名阵容图 是可以看到的 他这边带了一个 就是说双魔王 女拔 花果山 这样的阵容 就是说你带的一个风系 也不太可能去变动 是的 因为像世情画意 这种武器的话 它不像金城珍宝格 它变动那么大 所以说可以说是 对面它抓到的 这样的阵容 对的这个底蕴 包括这个阵法的变化 它不会太灵活 恐怕的话 大概率的话 就是两套是最长打的阵容 对吧 出漫天 但这个时候应该是 有点锦上添花了 三艘 一万二 数据是很华丽 但是 但是 因为 因为这个世情画意 这边物理系倒了之后 感觉2008这边的地厅 搞不好是有说法的 对 而且你又是一个龙三位的魔王 是 你没有什么能控 没有什么能太好的办法 然后能清掉我这些地厅 对面的地厅它不重要 它只要点着宝宝秒 就是说把你孩子清掉 对 其实它真正的一个威力点 还是在虎头这个 一个踩着干将的大唐 如果说 它扫这边的一些人物单位 像扫你的魔王 我觉得这魔王得 如果稍微 真的不好说一点的话 我感觉得六千开刀 因为 因为看它的这个法商 就能看出来 它不可能 人物属性点 一共就那些嘛 对 我不可能说的 它不可能加血 我不可能说三维全都爆满 对吧 我记这个法商又这么高 然后我的抗性又那么好 那这个不可能 是 一旦扫过来 观战方真不好扛 这个魔王感觉就是六千开刀 考验一下 痴情发意这边的法房吧 就是观战这一场PK 他的女儿是带了向上增加金兽云耻 观战方这边 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自己出地听 因为赛前的话 就是听说猴哥这边 这一年也没戒也没什么的 对 他没有地听 所以说他考虑好 我就扛你地听而来 而且2008这边也是有大摊到 就是说有八只到九只地听 那么小死挂魔王没有中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秒魔王 包括扫魔王的数据 是 我感觉六千开刀 这个地听只是开胃菜 其实对面来说 说实话大堂扫过来 扫魔王越疼 那其实队里其他的单位也越疼了 对 直接防御 还行 这把房是非常漂亮的 没有出163 163还留着 但这个花果山确实有点叫做遥遥无期 毕竟对面它还有灵源 然后48回合还有一点 就下回还有一点的情况下 你不太好扛 是的 而且说实话 如果对面 他现在看得出来 自己伤害已经溢出的情况下 就是说我已经够了 我不用我那点7.0元 我等到56回来 我7.0元剑展 我到时候展画声都可以 而且你的观战方这边的风系 又没有任何的速度 现在就感觉是场上四个人物单位 摆在这等着大堂扫过来一样 是 继续出地听 反正我地听就是幌子 我地听我就是来干扰的 或者说我来瞄宝宝的 我不期望我的地听能瞄你多少 哎 观战方这边也是改变了一下战术 去直接落花对面地府 下把不让延 下把 这把也不算不让人延吧 只是不让对面下把点杀 对 因为观战方这边花果山的一个小爽 是还有 还有五回合 就算对面这把延不了 他下把还是有机会延 就是说观战方猴哥在赌 就是这把你不能点杀 然后我下把观战方这边 疯狂无魂 就是我还是给你无魂 所以说对面他下把的话 我看一下 有一个五速到七速 那么对面下把稳一点的话 就是化身给轻轻揍 给自己的地步 但是上一回合2008又拉出一只地厅来 你先看看 持清华一这边 这回合能扛到什么地步 应该很难扛 因为我看他刚才的话是 就是说秒过来 观战方这边 法抗还是可以的 对 法抗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这边能针一只 能针一下 能针一个的话 其实还可以 能针 韩珍 不让你打尺子 忽然放罗汉 接个罗汉 那化身这边 我还能扔一个金兽运气 因为猴哥这边都说了 他不带占帝的嘛 是的 都几分了 占帝恐怕还是有 万一我要是藏了这个杀人力批 或者什么 也可以 那说实话 杀人力批 因为他不是国标阵容 国标阵容来说 你这批倒 咱们或许有一只 最后在打盼呀 或者什么的时候 可能有个出息呼应 对 不危险 所以说对面的地厅 也算是 就是说压压节奏吧 很少啊 都防了 就是不让你建设 风云变色再秒 七千 爆错人了 还送了一下愤怒 接下来关键点就到了 这个观战方 现在是法宝传奇 对面来说 你一手 清清咒 能保住 那观战方就是看一手 因为这边化声的一个速度 是卡在对面中间 对面的一个化声跟地府中间 如果说对面稳一点的话 直接给吴志荆 给观战方这边的化声 那就你就扔不出来了 效力 给不给吴志荆 还是说有清清咒 这清清咒不给啊 我感觉波哥有点拖大 虽然说你现在优势很大 但是你不能浪 清清咒给很细 观战方再扔一个天命无魂 延出来了 那天王谁谁谁 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东西的话 怎么说呢 因为双方已经把细节都做到位了 是吧 对都做到位 就是这些操作 就是这个操作 就是看谁能够 就是说 我把这个东西给执行下去 就是承不承看天 是 那么对面演了出来 这个花火山 这 那么你说 观战方会不会连续防 就是 现在他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要是大唐能出手 就是我就 我就直接按一波防御 就观战方就跟你打赖的 就因为观战方现在来说 我们看这个面板来说的话 宝宝还多 宝宝还多 那么我换一种方式 我就按防御 因为现在我魔王出手的话 有什么意义呢 我群秒 群秒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我单秒你至宝宝 万一你扫过来的话 对 你给我挂上小子出事的话 就官方这样打 打赖的 就是我全部按防御 我除了化身 所有都可以按防御 我就等嘛 等我的花火山能起来之后 我就硬等 硬等 硬卡要硬等 只能这么打 我感觉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这么打 就是硬等 硬卡 就是让你的一个剑射威力已经降到最低了 来 扫 5000 扫两下 除非对面连破 还行 还好 6000 这只高鬼魂啊 还是很硬的站在场上 防御了 全部防 那这边磐丝再出啊 磐丝还有五只呢 我再出 一定要补宠啊 对吧 其实对面 他他现在化身是没宝宝 对面的宝宝是毕业了 化身的 没有 孩子也跑掉了嘛 其实对面来说 他现在又不好换 如果说他现在化身还有宝宝 他偷偷出一只全力力批啊 去官方是很难扛的 哎 要腻吗 终于找到机会逆境了 对面没有机会剑射 魔王要换还是说化身要换 化身换 化身换 逆境 终于找到机会了 就当对面大意的时候 是的 找到机会了 起始回生啊 然后再出一只宝宝 再出一只宝宝 终于找到这个机会逆了 我们一直说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就是因为 观战方 卡住了一个 对 而且卡住了一个 大堂扫过的一个时间点 你不能建设我的时候 我去做这一波操作 但起来之后 起来之后 那么2008这边 也挺难 我觉得观战方的女儿村啊 猴哥啊 你这头上有花 但是你不争对面地府 我觉得有点过分 就是你再不用寒争 就是你前期都会打争 给对面的武装 降风云命中率了 现在来到关键时刻 如果你再不去 给到对面地府 这招的话 我感觉啊 我诗心画意的女儿村 零元是够的 但现在是一个抉择 你是真地府 还是拍这个地厅 对 你要选 但是我觉得还是给地府 因为给地府 你可能说你还能扛得住 因为那只地厅的话 它不一定说 它能加很多灵源 你这边的话 也有机会说 去拍金兽云尺 但是你一旦给它 小死亡挂住 我首先保住我的人 能站在场上 就是首先 应该这么说 就是小死亡 不能小死亡倒地 对 不能说带着小死亡倒地 来 韩甄有没有 还是先拍 那地府你就防不了了呀 这个 除非你喂武龙给 你的化果三 你喂武龙 直接喂 高速 直接喂 两个金兽云尺 我感觉 你看 它还是保大堂点杀的 一个操作的 你活水 你得防御 除非是防御 来 又没有一把防御 很关键 防御有没有 有 还行 可是阵阳令奇的 敌厅没出手 是 看一下吧 两个尺子 还有机会 恐怕是要倒 如果抱一下 这不用抱一下 这刚二 这刚两轮 不对 第三轮 对 就算不倒 对面还有机会换 猴哥 有没有机会 一把五龙丹 或者说 喂个药 喂药 行吧 行吧 其实说 这些操作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 还是那个问题 其实喂一把五龙丹的话 是不浪费的 一点也不浪费的 我觉得一把五龙下来 是最稳的 但是 从我另一个角度讲 最好的操作 还是说 真地 因为那个地厅拍一个 金兽影子够了 其实 给地厅拍尺子的话 是上一回合 比较常规的一个操作 对 就是你要说 其实这种 打到这个时候 你要考虑的是 不是你倒不倒地 而是你要保证 我不是小死亡倒地 是的 所以说这点来说 是官方这种 他常规操作没问题 但是说不够 说让自己这边能翻牌 那么下回 那么这回合是第55回合 下回合56回合的话 那么对战方2008这边 地府又该有零元了 有零元的话 那毫无疑问的 继续把你给延长 是 其实刚才 我想的最好的操作就是 首先真地府 是的 真地府 然后花果山这边出处 找个人给他喂个五龙 就是这样子去操作 我觉得是最好的 毕竟 我保自己 不会小死倒地 对 不被小死倒地 首先又能保证 对面地听 输出伤害不是很高 因为一个金收云尺 就差不多了 是的 然后花果山 还把宝宝给出处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感觉花果山再倒的话 对 有点那个 不过对面他没零元 好像也还行 还能打 下一回合 对 56回合的话 零元来了 零元来了 难受 幸亏他吸起来了 但是这把你还是要 那个问题就是 防 你还是要防 还是要防 你要么你女儿针 要么你女儿力盾 但是我觉得 现在对面这种情况 你还是去针他 你针他 然后归宿 拉后果山起来 后果山出个宝宝 先稳一稳 针一手地府 对 针地府 针一手地府 那么下回合的话 女儿村可以 水一把花生寺 然后这个活血 先把这个 把花果山活一下 包括花生这边 你都得防 其实整体的情况就是 你不防嘛 因为对面他有医术 他下回合 他可以换须弥 他可以换这种 出其不意须弥 把你换到 所以说官方 你最好还是保证 他的小丑命中率降低 还是保险一点 我们不能说 猴哥没机会 但是比较渺茫 因为现在比赛还有20分钟 你要扛20分钟 高速啦 或者说你有那种机会 就是你这个没状态的花果山 起来直接把对面大堂给 摁倒吗 不说摁倒 摁倒血线以下 对摁倒在很少的血线以下 你有没有这种破例 这射魂直接点 7点灵魂剑斩 直接斩花生 1万8 但是官方是精轻了 魔王爆5000 局面来到很关键的时候了 那官站化生岛地 如果他起来推拿的话 那其他人的血量 他就顾不太上 当然啊 我觉得可以推 但如果推的话风险很大 当然群伤的话 你这边化生还是有4.0元 就是说你还能推一推 就是说推0元 连把其他那个灭伤的一个伤害给这个血量 血量给推上来 对 推上去 但是一旦用了推拿 其实风险就很大了 咱们这身和 推拿吗 人拉推拿吗 用一手 残珠了 那就是残珠在家为 为伤药给化生 先把这个保住 先把活血保住 一万九 局点到了 别看对面优势很大 就是猴哥这边接下来要打的操作 就是把小死王防住 然后比如说像对面 他关键的点杀的时候 他按防御 这样子去扛 因为猴哥好像看到一丝曙光 那丝希望就是对面大堂 女儿春没宠了 就是还有一支 然后对面化生没宠了 比如说对面 他真的全部 就是说没有太多宠 去支撑的情况下 你还是有机会的 他顶要是一个问题 对 对面他顶要 因为他现在 我们看对面化生 他没有太多灵源去推 那么如果说 你把他一个顶要点给去掉 其实他也挺危险的 没错 那么猴哥 当然他这边压力更大 因为对面有小死王 可能说每回合 只要我找机会 我都能点你 笑礼 水清有没有 水清给出 宝魔王 因为我这把花火山 有这个被套了 所以说你不可能点我花火山 是的 宝魔王没问题 接下来很考究 就是官方怎么保人 而且还有一点人就是 好 对战方赶紧把罗翰接 你看他现在就有点 是有点怕你魔王 这个面伤 金青 先把血量抬上去 大招 这大招 一般吧 效果一般 不过因为2008这边的话 厂商宝宝 其实并不算太多 那么现在拿面商压一压 给一给2008这边压力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操作 猴哥就是现在 我感觉就是这个花火山的7.0元 你怎么用 给真地府 放点杀 就是说这个花火山 如果它7.0元起来 其实可能它比如说单过去 或者说它颇天过去 对面的大堂就不太那么好收 可能说就不像刚才那种 那把点杀 那把就是防点杀点过去 对面大堂还能扫出来 但你7.0元 如果你用出来了 那就不好说了 那么看 石青画艺这边的 来163 金青很舒服 看到了算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你假设它这边能把对面的节奏给缓住 或者说再把对面大堂给摁到 然后说找机会的话 还是有的 如果它再把对面女儿的宝宝给秒毕业 就是说对面算是 现在只有两只宝宝能够站场上了 就是4 5号 对吧 3号是一个这种高鬼魂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国家人方它是有机会的 但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其实石青花艺这边 在随着我花果山 然后这个已经顺利地站起来 而且又把宠补满的情况下 我花果山依然现在掌握着场上物理的医塑 那么我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还能压得住你这个大堂 是 对面来说 刚才那一点7.0元的剑斩了1万8 但是给国家人方这边金青掉了 那个是一个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都知道 点化声点化声 但是一旦点化声失败 你就是给对面机会 但这把金青对面也是 可以说是解掉了一个 落花 落花 那么下回合它存在 这有罗汉苗武 这魔王也是要发威了 现在就是很关键一个点 就是观战坊这个女儿村的寒针 我觉得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个相似寒针了 你该针还得针 它如果还能挂中的话 就是它有命 是吧 因为其实身心怀疑这边的话 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携带地听的话 你女儿村的相似寒针变相的 其实也是一种进攻的手段 它既是进攻也是防御 所以说这个相似寒针要给到 而且好像这边也没有配数 如果有宝宝能开的话 它确实说有机会说 这个破天还是有机会去压一下对面大唐 其实刚才观战坊实情话意这边 花果山偷偷处理之善恶虫 但是没用啊 但是被轻掉 还有水清 要破天了 这把是要破天对面的 不要你回血 没套中 无魂 不要你活 破天过去你扫不出来 应该是这把这样的一个操作点 推拿自己 来 很关键 破天 2000 幸亏还是真的被扫出来了 但是 这个我不懂对面为什么这么狂啊 点化身 因为你没有 哦 他预判 他预判就是官家 他预判我 你是你化身是活不出来 推拿不出来自己这些 对 还是那点对面的武装给机会了 是 其实那把 我记得有一回会的一个金青嘛 就官方被封了很多人 然后魔王踩着塔 对面武装也是套不中 其实这个武装确实 连环套的时候啊 就是很香 但是 你看这种关键局如果他刚才把这个化身给套中了 可能就有 是 那官战之方我觉得这个花果山你得把这个7.0战神宝典起了 要不然你现在的伤害我真的 趁着这回合对战方大唐倒地 而且又不能出手的情况下 对啊 我先把这个战神宝典起来对吧 对不起战神宝典我真的你点对面大唐都出问题 哎 换虚迷了 要冲刺一下 因为这边宝宝感觉还多 就是他始终要给一下对面压力嘛 估计这把还有人保魔王出手吧 你得有人保魔王出手吧 再换 就是全换的话 我感觉还是有人得保魔王出手 给一下压力 因为有可能秒过去对面地府要倒的 哎 活满 三个 那就没有人保魔王了 那恐怕是连花果山都要出宠 对 他现在就是给压力 因为我本身也没有金刚护法对吧 我也没有任何的状态 哎 机会找到了 当头 魔王没恩保 实际话语真是拼啊 拼 我不管你风系准不准 我不管你什么速度 我先我的这个双峰加辅助 我先把虚迷换出来 我两个输出能不能出手 那看得 是 那现在就是老操作了 就是我这个女儿穿 是吧 我有针 我可以针 或者说我就无魂你 继续无魂你化身 然后我这边去浸聊你的一个这种大唐 我不让你把你血回上来 尽管我现在花果山没有这种金刚加持 但是我这个小小的破天 我就是能让你大唐倒的 对的 看看观战方能不能把握住啊 喝酒了 喝酒了 那进聊还是给 得给吧 进聊给上 不让你活 那肯定是行动失败 对 小问号 小问号 那看一下猴哥跟波哥啊 谁能站到最后 还有十一分钟 毒回血 再换 把盾给 因为是个藏神啊 风铃火山 对面要拿绝对一术 全坏 观战方五只须弥 继续 我们看一下吧 五只须弥不过撞在了罗汉上啊 而且又是刚起的罗汉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排须弥的效果 那么这回合的话 也是被清掉了 潘思和女儿的两只虫 其实这这不是我觉得 有点冲动 拿到东西不算多 而且这回合啊 对面如果金青 提 但对面它解不了 那个 魔音社会嘛 是 它解不了禁聊 除非对面这样赌 就是放官方金青 但是它也不可能放 如果放你金青的话 那么 放金青的话 我大唐 大唐什么的照样还是被压 对 还是被压 所以说两边得考量 那观战可以硬放我觉得 观战我就硬放 你笑我行 你笑我 还是照样禁聊你女儿 我压你女儿 现在来到很关键的一个局点 那么观战方也是 就是我就冲了 宝宝比你多 跟你硬冲 对面起个风 选择笑礼 那观战上不上当 还是说出了宝宝 韩真给地府 给武装 我让你套 起了风之后 这边盘是慢了 他不能去进聊了 很难受 出宝宝 水清 但是物理系的速度 依然没有抢回来 不理系速度不会变化 因为这边本来就领先 然后经过磐斯 这64个回合的一个降速度的话 就是对面大唐要被降 这个128点 对 所以说 他们一回合两点这个速度降了 而且也 虽然说不多 但是你是没有说 我去给大唐卡回来回速度 对 你的回来回速度 大概率还是留给对面 留给化身 武装跟化身优先 是的 然后到武装 因为武装要抢三速 是的 那么观战算是说 利用这波须迷啊 也算是压制了对面大唐 但是这把 我就怕对面还是说 人拉 然后武装开 人拉武装开 不会这么操作了 之前他就是人拉武装开 然后活血 饼 就观战化国三始终 还是那个零元 就是没时间去用 就是节奏 现在来说太紧凑了 这8点零元一旦用出来 我觉得这点过去 对面确实也不太能扛 你看你没有这个零元 就差很多吧 这师徒 可能说有零元的话 加上魔王疫苗的话 可能就会出 有意想不到的收益在里面 是的 你可能 你这单过去 或者说打过去 对面女儿穿 她就扛不住 那么下回我感觉要注意了 就是我就怕 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操作 就是怕女儿拉 武装武龙开 然后化身活血 地府挂小死 直接扫过来 对这种操作是非常连贯的 而且观战坊女儿穿 她属于癫狂状态 就是她喝了酒被笑了 然后她现在不能疯 但是我觉得你最稳的 就是这个寒针 你还是得针对面地府 没针拆塔 对面也没有这么操作 对面也没有说人拉 观战坊我觉得先出宝宝吧 陆仙珠师能不能抠到酒转 很关键 没有酒转我看到了 好像有个毛 两个五龙丹 好像还有一个回生龙 回生龙沙傘 对好像有这种东西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酒转 但是对面地府 已经没什么要了 应该是被扣光了 对面地府已经没要了 还有四个单位 还有四个小格子 没有她那个就没有了 她没有了 地府是没要了 真的打得精彩了 就是观战坊 就是那几把防御 就是在感觉要被对面 推掉的时候 魔王防御了 宝宝防御了 化身包括那把 就是说对面7.0元的剑战 有一把精青给解到小鼠王 这些一系列的操作 让观战坊重新又找到了希望 当然对面来说还有机会 真的 她如果说我五龙开 我化身去活一把 我小鼠王我还能挂 其实啊 看一下现在的比赛时间 已经进行到了67会合 比赛还有三四分钟的话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 就是设想的这一波操作的话 一旦小死命中 点倒这边 划过山的话 再点倒一次 你就起不来了 对就结束了 就起不来了 那么这场PK到底是猴哥 双杀波哥进入16强 还是说对面重新的又是五神坛 是吧 2008首秀拿到关键的一个16强 那么也是我们今天最关注的话题 是的 再秒 而且落花你化身 就是我现在我连续压你的这个血量 就是不要你大唐很少 其实很关键的就是一个点 就是对面他把那个剑斩给用了 是的 你现在没有灵源了 那你就很难受 这把落花告你 你这把大唐还得被我压 没错 不过双方都有机会 是都有机会 而且这场PK很有可能打到绝杀的 打到绝杀 是有可能打到绝杀的 那观战这边整体药品宝宝 我觉得都是比较的领先的 现在观战方我觉得可以泛黄一下节奏 就说你魔王 还是刚才我们 还是说魔王还是点化古山免 但是化古山啊 我觉得就可以轻轻对面的三好 或者说魔王点大唐秒 对魔王点大唐秒 你不点大唐秒你秒不到 因为你才秒五 你不是秒六 是的 除非你有风云变射的时候 你点着宝宝秒 轻轻 对面顶雪要点吗 他不够吧 顶了一个应该是不够吧 毒 不够 如果够的话 他这把肯定是想点的 观战头上还是有射魂的 看看继续压还怎么说 反正对面每回合都用这个宝宝去贴的 你看他就是点着大唐秒 压水量了 没办法 顶 实情话一这边的 压力 实情话一这边的花果山啊 其实还真的要把这个战胜宝典起来 但是我觉得他没时间了 是 我感觉 好像已经错过了最好的那个点 对 已经没有时间让他起了 就是可能他现在有时间 我想想这回合输出 还是说M防御 像这回合 我觉得观战方 现在来说我们的一个比赛还有三分钟 那么观战方这个女儿村的最后一点名媛啊 得找好你这个时间点 比如说我去针 针对面的地府 就是说保证我这边不被小手上点倒地 我才有机会跟对面打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来看观战方这个寒针 捏在手里最后一点了 你用不用 还是说我还是水清 水清两输出 保住我的两输出 有金钦啊 一把金钦 相思寒针给谁 这把点杀了 因为他是不让观战方这边去针对面地府 波哥发起了点杀 来看一下 应该会有保住手的 没中 金钦 那这把点杀就看 观战方的金钦抗不抗风了 大家都是金钦 抗不抗 没抗 关键的时候魔王没抗 就看有没有163 如果有163 还能顶一顶 这关键的金钦不抗风 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 全场魔王只起过一把163 按道理的话 这个几率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说实话 他起163有机会 因为他女儿已经一速了 下回合他直接喂个大金给魔王 没错 他就有机会了 那没得选了 打到这种境地 这个时候现在其实就是 事情话一比较尴尬的一个点 如果他战神宝典起来的话 我不管是对面的大唐也好 哪怕就是其他的单位也好 在我有法联 或者齐天神通的状况下 我都是有机会把你给颠倒 我同样各倒一个人 我依然是评判 猴哥还是没有放弃 就是 就是利用自己的花火筛 还想去点 但刚才那把的话 观战其实 也算尽力了 因为他有金钦 我想着我女儿村这把金钦 能顶得住 就是说我能扛住小手 没想到 就对面这个地府 在最关键的一把小手 当中 他就挂出来了 不过但是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 我感觉上一把 神经化异 好像有一点神经刀的操作 一直是 因为你物理系有速度优势 一直是在压大唐 结果上一把突然转到了 压化身 化身的身上 六九回合压化身 七十回合你压地府 而且你给的尽疗是给的化身 所以说 后面这两个回合 观战方操作有点变形 而且大家是说 你为什么精轻 你有速度 你不去压大唐的血量呢 没错 所以说 后面诗情化异 最后两个回合 算是把自己的一个 这种保留打汗的一个 小小的一种希望 或者说机会 给断送了 整场PK啊 两边都在较劲 都在打一些关键的点 但是 你跟这种 有技术的阵容打到后面 你亏就亏在这个小手王身上 你没办法 他就是小手王 我只要点中一把 我就有机会 那刚才是真的没办法 但是这个精轻啊 他也觉得我精轻了 没问题 其实也是另一种操作嘛 我要么我精轻 我要么去针对面地步 没错 就只有这两种操作 但是没想到 他就是挂中 但是有一点打得不够好 就是不够保险的一点 就是你的花果山 没有去压血线 你压了整一场的血线 你为什么现在 对 因为大唐是 因为大唐是没有灵源的 他这个不能靠剑斩 然后来点人 对吗 对 观战方这波操作 就是有点气人 因为如果你这个花果山 是8.0元的战神宝典的花果山 我觉得你去突破对面的一个 你 Whew 了 感谢观看